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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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小组很快在祖堂山发现了一个洞口 只容一人出入 这个调查小组在祖堂山这边发现了一个洞洞 这个洞洞在前所的西边这个厕所上面 洞口比较狭窄 这个调查小组呢就下到这个墨室里面 调查小组的成员依次穿过了道洞 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座古代墨室里面 虽然墨室的一半空间满是遗土 但是大家还是能清晰地看到墨室中的柱子 斗鼓以及上面精美缤纷的彩画 当年的考古队员进入墨室以后呢 首先看到的就是墙上这些精美的彩画 但是由于年代比较久远呢 很多都已经剥落分化掉了 墨室中的彩画让调查小组的成员们 有了初步判断 这个古墨神秘的墨主人一定位高权重 当年考古工作者 从这个前室的一侧的儿室的西南角 一个很小的稻洞进去以后 就发现墨室内有保存比较好的 比较鲜艳的彩画 那么从这个彩画上就可以判断 这个墨栈的等级和规模 显然跟一般的墨栈不一样 对墨主人身份的遐想 让调查小组的成员们兴奋不已 但遗憾的是墨室的一半空间被淤土填满 而且异常潮湿 专家们很难继续探索 更无法看到墨室的全貌 最后调查小组指得原路从稻洞 退出墨葬 虽然无法确定墨葬年代 与墨主人身份 但是单从墨室的结构及彩画来看 调查小组的专家们一致认为 这一座古墨的规格极高 墨主人一定身份显赫 调查小组把这个情况上报给江苏省文管会 江苏省文管会把这个情况上报给中央文化部文博局 中央文化部文博局随即指示对这种墨葬进行发掘 1950年10月6日 南京博物院田野工作团赶到江宁祖堂山 并建立了工作站 著名的考古学家 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毅 全面负责这一次发掘工作 蒋赞初 张斌等考古学家 也积极参与进来 这是一组拍摄于1950年的珍贵照片 当时田野工作团的成员们 正在做正式发掘前的测量工作 10月8日 考古队员们对古墨展开了正式发掘 一个尘封千年的古代墨葬 即将正式向世人打开大门 考古队员们将这个墨葬命名为一号墨 考古队员们在对墨葬四周勘探发掘中 发现了盗墨贼留下的另一个盗洞 他们判断 他们判断 倒洞的下方正是墨葬的中室 进入中室 他们发现这里也有很多淤图 面对这样的情况 考古队员们判定 这个墨葬很久以前就被盗绝了 甚至有可能在下葬后不久 就已经被盗绝了 这个墨葬它早年被盗 为什么说它早年被盗呢 就是说考古队通过这个墨葬的淤积土来判定的 这个墨葬的淤积土呢 它实际上是从这个盗洞里面 逐渐逐渐地渗透下来的 长年累月的渗透呢 使这个淤积土呢 基本上把这个宗室都快遇满了 所以说由此推断 实际上这个墨葬在古代就已经被盗了 应该是在它下葬以后不久 就遭到了这个盗绝 通常情况下 考古队会从墨葬的大门进入墨市 然后向前发掘 但这次考古队根据地形和盗洞的情况 决定从中市开始发掘 比较利于运输淤积土 根据墨葬调查的这个情况 考古队呢 制定了一个发掘计划 就是先发掘中市 再发掘后市 最后呢发掘前市 由于这座墨葬已被盗局千年 考古队员们感到颇为失望 但接下来的发现 却让考古队的全体成员感到十分振奋 当务市中市的运输清理到八分之一左右的时候 考古队员们在中市的墙面上 清理出一块扁额 虽然扁额的大部分仍被运输掩埋 但还是能清晰地看见扁额上的部分浮雕 考古队员们加快了清理进度 终于扁额的全貌展现在了考古队员们的面前 当年的考古队员进来以后 发现墨室里面淤土很深 慢慢清理以后呢 这些浮雕逐渐显现 看到这些浮雕 考古学校还断定 这座墨的规格一定很高 扁额上的浮雕 是双龙细珠的画面 正珠是一颗带火焰的宝珠 下托彩云 双龙在其两旁 五爪金龙遍体灵甲 张牙五爪 凌空欲飞 神采飞扬 考古队员们无一不被眼前的扁额震撼 通过神采飞扬的双龙浮雕 考古队员们推测 这座古墨的墨主人 至少是一位皇室成员 这个墨的规格 大大超乎了考古队的预料 在古代的墨藏里面 一般来说 就是一般的平民或者贵族 它不会用龙来装饰的 所以它这个浮雕 它是在这个门楣上面 这个形质比较巨大 所以说看到这个浮雕 就是可以判定它的身体 那么再次探索 就是一个大一种 这种是大一种 的小刀 就是一种小刀 最后的小刀 适合 它是一种小刀 所以说 是一种小刀 它是一种小刀 不过 是一种小刀 是一种小刀 的 不过 但是 我们才接见 是一种小刀 一种小刀 就像是一种小刀 一种小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古专家们认为 这应该是墓中的镇墓门神 墓藏中雕刻的武士的这种图像的话 主要是用来镇墓用的 因为当时从战国秦汉时期 就有这样的一种风俗 到了这个唐代的时候 实际上就有唐代的大将军 像群穹 鱼翅共 这是盖世英雄 都被后来神化为门神的形象 在这个地下 在墓里面 他首付的是墓藏 在现实当中就是我们的门神 古人为了驱邪避凶 为天王形象 唐代之后 墓藏的天王形象 又逐渐转变为将军门神的形象 且在送疗墓藏中继续流行 通过武士浮雕的出土 专家们形成初步推断 这个墓藏年代应该处于唐代以后 通过这精美辉煌的浮雕 考古队员们完全认定 这位墓主人一定是一位皇室贵族 年代也因为唐代以后 那么 这个古墓究竟是唐以后 哪个朝代的呢 考古队继续经历墓藏的忠实 墓室中的柱 方 斗拱上的彩画 也完全呈现出来 看着这些绚丽的彩画 考古队员们目瞪口呆 他们仔细地观察画中的图案 希望通过解读彩画 揭示更多墓藏的秘密 根据东南大学 著名的建筑学家 潘古希先生研究 他认为一号墓这个彩画 是唐宋时期最高等级的宫殿里面 这种砖式的技法 那么由此可证 这个一号墓它的等级 应该是非常非常高 虽然这个一号墓发现了 这个彩绘非常重要 但是仅仅根据这个彩绘 来判断这个墓藏的连带 依据仍然不是很充分 既然彩画不能帮助考古队 对古墓进行断代 考古队员们只能寄希望 至于墓中能出土更有说服力的文物了 又经过一段考古发掘工作 墓葬的中饰完全清理出来 它的平面呈长方形 南北长4.56米 东西宽4.45米 东西各有一间测室 虽然中式的彩画波露严重 镇幕武士也失去了原有的色彩 但考古队却意外地发现一批 完好的人形陶涌 这里供给出土了48件人形陶涌 这些陶涌都是用含有砂质的黏土制成 一致教细 造型精美 神态各异 最让考古队员们惊叹的 却不只是陶俑们庞大的数量 与精美的造型 而是因为他们丰富的形态 他们有的迟钝 有的双手做衣 似乎每个陶涌都有着自己特别的身份 这时 一批梳着高继 身着母胸如群的女泳 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重视 出土的这个女泳 看上去 从形象上看的话 她跟唐代的女泳 非常的相似 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 首先比方说 她的形象比较丰满 第一个村的这个腐蚀 比方说像这个长裙 云间 碧溪 这样的一些 一些打扮的这种腐蚀 还有这个法级 这种高级呢 就是唐代的时候 流行的这种法级 那么这位古墓的墓主人 有可能是一位唐代的 驻守在南京的藩王吗 在我们南京地区来看 根据史料的记载 还没有唐代的藩王 封在我们南京这个地区 所以这个从文献上看 唐代的藩王呢 林末的可能性比较小 那么 这位神秘的墓主人 到底是谁呢 考古队员们只能把希望 寄托于 不谓清理的后世 希望在后世 能有新的发现 清理完后世的淤土后 墓葬的后世完全呈现出来 这是一个长方形空间 东西宽5.9米 南北长6.03米 最高顶高4.74米 后世的东西侧 共赴六间侧室 其规模明显大于 物葬的前世和中世 让考古队员们感到震撼的 后世世顶上 有彩画装饰 这些彩画 又组成了一幅 壮丽菊伦的天象图 东面红色蓄日深空 西边蓝色明月高悬 市顶正中的一片空白 似乎象征着天河 散布于四周的原点 则是闪烁在天上的 璀璨星辰 散布于四周的原点 共赴 国市中的派 本来是 眼神较 因此 ир宙 如今 这之间 特指 云 万pción 人物团 你们 考古队员们被后世的警官 深深震撼 他们也立刻做出判断 这个古墓的墓主人 一定是一位君临天下的帝王 这个一号墓的赫尘 墓顶上面 有彩色彩画的形象图 地上有刻画着江河 完颜曲折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把这两个东西 合在一起来使用 它实际上是代表着 一代帝王的这种身份 这个可以上述到 《史记》 《群史皇》 本集里面的主动记载 《史记》《群史皇》本集中细彩 《群史皇陵》内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鸡香灌输 上句天文 下句地理 在汉代很多墓葬里面 就是一般的贵族 或者富贵的人生 老百姓的棺材上面 它也有这个 形象图这样的一些发现 但是把这个形象图 和这个地上的这种 江河地理的这种 结合起来 那只能是一代帝王 否则的话就是建越 既然确定了 这是一座帝王陵墓 那这位神秘的帝王 又会是谁呢 南京是史朝古都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阳武和南潭 先后 那么在南京定都 尤其是南潭时期 我们可以进一步锁定 它有可能是一座 南潭时期的地理 南潭诞生于 唐朝灭亡后的 五代十国时期 这个政权定名清零 虽然王朝 仅仅延续了39年 但却是南方十国中 版图最大的政权 而且它在历史上的 名声很大 这都源于他的最后一任皇帝 著名词人 李玉 南潭一共有三位君王 除后主李玉外 还有他的父亲 中主李景 他的祖父 先主李汴 那么 这座南潭陵墓 会是哪位君王的灵情呢 首先 专家们排除了 李玉墓葬的可能性 因为南潭灭亡后 李玉被押解到北方 最后被宋太宗 赵光义毒死 不可能回到南京安葬 其墓葬也绝不可能 如此气势辉煌 也就是说 这座墓葬的主人 不是李汴 就是李景 为了确认墓葬的最后主人 专家们立刻查阅了 相关史料 据宋人马令的南潭书记载 李汴七年春二月 除于陆寝 寿五十六 藏永灵 庙号列祖 李景 是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 藏顺灵 庙号原宗 虽然南唐书中 记载了李汴李景的陵墓的名字 却并没有记载陵墓的方位 最后 专家们在精灵陵墓古迹全途中 找到了一段珍贵的文字 南唐李氏列祖光文素武孝高皇帝 远近宋皇后藏永灵 在镇江府丹图县东二十五里 远宗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 请光幕中皇后藏顺灵 在江宁静 也就是说 南唐的第一位皇帝和皇后 葬在镇江的丹图 第二位皇帝和皇后 则葬在江宁静内 在江宁静这四个寺 让考古专家们如获至宝 因为位于祖堂山的整座墓葬 就在江宁静内 在南唐时 这里也属江宁县 那么这座墓葬会是南唐中主李景的陵墓吗 对于后世的清理工作还在进行 除了天象图与河流图 后世的观床也暗藏玄机 观床的前 左 右三个侧面 有半立体的浮雕 为八条昂首盘旋的龙 观床上的八条龙 应该有两种解释可以 第一个解释 因为这个观床它实际上是对称的 这个龙的话 它实际上是抬着这个观床的 应该要对称 第二个解释就是说 实际上它也是九条龙 八条龙之外还有一条龙 这条龙你是看不见的 这个就是真龙天 就是皇帝本人也是一条龙 实际上它也是九条龙 那么 这位长眠于此的真龙天子 会是考古专家推断的 南唐宗主李景吗 在后世东边的一间测试中 考古队员们清理出了两件石函 一件折成两段 一件折成三段 在石函之下 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 刻有文字的玉片 经过辨认 专家们认为 这些刻字的玉片 是埃策与试策 由于这批出土的埃策和试策 为玉制 所以被统称为玉策 而两件被折断的石函 就是用来呈放埃策与试策的 它两个石函 我们的推断实际上是 当时应该有两部预策 一部叫试策 一部叫埃策 试策实际上就是 对帝王的一生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评价 埃策实际上是 预测的出土 让考古队员们无比兴奋 因为这上面的文字 可以帮我们确定 这座陵墓的真正主人 出土的预测 一共有23片 每片长16厘米 宽7厘米 厚0.2厘米 这些鱼片都是用硬度较大的浅绿色鱼或白色鱼制成 大多数正面都刻着三行楷书的文字 字内还嵌有甜筋 专家们开始对预测进行整理编排 在一片预测上 考古队员们发现了 上尊誓约光文素武的字样 在另一块预片上发现了列祖二字 虽然很多文字已经残破不全 但南唐先祖礼变的嗜号 正是光文素武孝高皇帝 庙号就是列祖 至此 似乎可以确定这座墓葬的主人 应是南唐先祖礼变 但有人提出 庙号为列祖的皇帝不止礼变一个 怎么确定这个列祖 一定是礼变呢 在继续整理的过程中 南京独院的专家张斌 忽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当时的这个张斌老师 在墓葬的玉图里面发现了两片这个玉车 这个玉车两片不在同一个地点 把它拼接在一起的时候 出现了这个宝大元年这样的这个字样 那这个宝大元年的这个预测的发现应该来说是一个整个这个墓葬发现的一个高潮 当时大家都非常激动 因为这个宝大元年 因为这个宝大元年它是这个离景的联号 就是离景结尾以后的联号 这个就意味着这个墓葬的这个主人就可以确定了 他就是这个南唐的里面墓 至此专家们完全确定 南京江宁祖堂山脚下的这座古代墓葬的主人 就是南唐的开国皇帝李汴 对于金陵陵墓古迹全土中 关于李汴陵陵墓位置的记载 专家们确定是错误的 李汴的墓葬并不在镇江府丹土县 而是金陵府江宁县 虽然墓主人的身份已经完全确定 但预测上的谜题却没有完全解开 一件预测上写着 十子四皇帝陈瑶的字样 四皇帝是皇帝的继承人 也就是即将继位的新皇帝 但是南唐的第二位皇帝名叫李景 预测上的记载和史实的记载并不相符 那么一号幕的预哀测的闽文里面 就提到四皇帝陈瑶 那么相关专家认为 这个所谓的四皇帝陈瑶 就是宗主李景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李景 这个粗名是景通 那么有关专家认为 这个李瑶是他继位之初所改名 那么后来因为这个瑶 这个字比较常见 那么后来又进一步改为 相对比较冷僻的景 以避讳 此外 还有一片预测上 刻有清陵李也四个字 也就是说 这一座物丧的名字 应为清陵 但是南唐书和清陵陵目 不记全图 都把李遍陵目称为永陵 这是为什么呢 里边的零号 应该是当初定下是清陵 所以在哀车上 我们看到这个是 写的是清陵这样的字样 但是在后租 南唐向后租称臣的时候 是公元958年 当时称臣以后呢 那么后租的 开古皇帝郭威的父亲 郭俭的零号 也是叫清陵 那样应该有所避讳 那么在南唐的 后来的这个成熟的史书里边 就把南唐的这个清陵 改成为永陵 所以我们从文献上看 这个里边的零号是永陵 但是在墓葬中 它没有改过来 因为埋在土里了 已经埋下去了 所以出土的 可以看到 是里边的零号是清陵 在清理完后事以后 考古队员们对清陵的前世 进行了清理工作 经过一段艰辛的发掘工作 前世的全貌 终于完全呈现在 考古队员们面前 前世平面呈长方形 南北长4.5米 东西宽3.85米 含东西2000侧式 考古队员们还在前世的淤土中 清理出了29件珍贵的人形陶涌 在南京国务院 田野工作团的一段努力下 一座沉睡千年的南唐地灵 终于重见天域 在里边零号清理完成后 田野工作团 与前来参观的 南京大学胡小时等教授许生 在里边零前 留下了一张珍贵合影 检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